hello大家好我是丁丁 欢迎回到韩版天堂M11月第一周的更新资讯 本周依旧是常态更新的一周 没有特别的改版内容介绍 那我们看一下他们哪些活动跟礼包吧 首先第一个 这叫做之前的蜂木魔棒召唤活动 你只要每天完成100只怪的击杀 就可以获得一个枫叶箱子 这个枫叶箱子里面可以开出 枫叶的龙之胜水 还有三种不同的枫木魔杖 分别是右边的光秃秃的枫叶召唤棒 还有中间平级的枫叶召唤棒 以及枫叶的枫叶召唤棒 然后他们三种棒子 可以分别召唤出不同的 活动boss 像左边的这个红色的枫叶 枫叶叶召唤棒 他可以召唤出什么圣地狐狸 然后上古的巨大飞龙 火焰凤凰 然后死亡骑士跟克特等等 类似这样子的 那等到活动开放之后才会知道 他们会喷哪些道具 目前他没有想说他会喷什么 然后接下来 韩版本周的写萌移民正常开放 好你看没活动 立刻跳到的周末制作 我们来看一下周末制作内容哪些 本周韩版的周末制作开放的是 死亡骑士娃娃还有 狐龙者的变身卡的精力制作 还有红色符石加七内衣加三成长符石 以及标配的选择箱 使用两万四千个对应的变身或娃娃 必可以去几率制作这个 梦叶之岛 欧灵痕迹 还有福典系列 以及欧瑞娃娃的选择箱 底下就是那个 从他们的重生符啊 神秘卡制作 以及紫色饰品 还有紫色技能制作 都是重生符的 好接下来看 本周的韩版个人制作开放的是 红便卡选择箱一箱 这是个人制作可以做一箱 然后再来就是个人制作的部分 有饰品保护卷轴100张 加六的徽章 还有加六的水晶制作 以及之前的最高级 各系统的选择箱 选择卡 卡包 好再来看这个比较特别 韩版这周开放了信念之塔 三楼BOSS装备的制作 分别是伊莎贝尔的手环 跟伊莎贝尔的耳环 两个制作 他这个制作的 那个数量每个世界只有两个 就是每一区只能开放两个制作 好再来往下看 韩版这周推出了饰品大补包的 应该是台币包吧 他里面可以 开到哪些呢 分别是一个第一个 基本盘 最高级符文箱子 随机开到蓝红紫符文 根本不是符文 是那个符石 好再来第二个是 120个一般饰品 snipe 和伦迪斯尔环 120个印章跟手环箱子 还有 那个 内衣跟肩甲的箱子 他里面开一箱可以开36个 再来是这个叫做 徽章 60个徽章 还有20个龙之水晶的选 以及这个 这边我特别讲一下 40个成长手环 他这次的手环 是有单独把成长手环列出来的 所以说成长手环是不属于上面这个 120个一般手环 一般手环就是英雄跟防御 成长是独立的 40个比较难搞 好再来是100张饰品保护卷轴 以及15个文样重置卷轴 让你们自选 里面全面选一个 就是这次的饰品大补包 好再来往下看 这边就是 他有开放全部的饰品 加5保底制作 分别是第一个 一样是成长手环 240个箱子 可以保底做一个加5的 以下就是相对应的加5的制作 全部都加5 接下来看一下 韩版这周的钻石包 他们的钻石包就是也是 这叫巴兰卡的凭证箱子 巴兰卡的 叫做巴兰卡的硬币或抽卡箱 里面就是巴兰卡的凭证 然后再搭配 综合硬币箱子 还有这个抽卡 这抽卡犬 这抽卡犬一样是 那个金字琴神塔系列 还有一般的特殊抽卡选择箱 还有最高级娃娃变身包选择箱 让你去选择 然后他的凭证可以制作是什么呢 8个可以制作 祝福的 祝福的属性金钩卷轴5张 两个就是换一张 然后再来看 另外看8个 或16个他可以去换这个神秘的 神秘的英雄 变身卡 但他没有这次韩版 一样是没有那个保底子变点数啦 好以上就是韩版的本周更新制作内容 啊我们等待很久啊 还是等不到下个版本的活动内容 没关系 我们继续等下去 11月应该会有满大一波的惊喜资讯啊 目前看到的各种迹象就是开放的台韩这个指标性的活动 好我是丁丁 我们下支影片再见 大家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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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